请问一下大家 你的副驾驶 有没有经常一个人 喜欢习惯性的 把双腿放到dashboard上来 就像这样 或是这样 这样身腿 当然舒服 但真的一直这么爽吗 Hi 大家好 我是Elizabeth 如果把腿放在dashboard上 Airbag爆开瞬间 推力巨大 时速能达到300公里每小时 而这个腿放在位置的下方 刚刚好就是Airbag 我们来看一下实验 Airbag弹出 直接把假人的双腿折断 这里还有几个Airbag 需要注意的事项 第一 Airbag一定要配合安全带 一起使用 如果没有使用的话 人会与高速爆炸的Airbag 直接接触 这个是很危险的 第二 车上有标示Airbag的这些位置 比如 dashboard stairing 还有坐车椅 千万不要放东西 第三 Airbag是一次性的产品 如果弹出来了 就真的需要更换了 虽然价钱不便宜 但相对于安全来说 其实金钱真的不算什么 第四 Airbag是为成人而设计的 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 千万不要让孩子坐副驾驶 第五 如果meter上的警告灯一直亮着 说明Airbag有故障 应该立即维修 以免失灵或者意外弹出的情况 第六 Airbag不是万能的 为了安全 大家还是不要超速开车 土气开车 还有特酒开车 看完这视频 你还敢把你的双腿伸到 dashboard上吗 谢谢大家 like我们的face 可以了解更多关于汽车的姿势 我是Elizabeth Bye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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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